有遇到一任的男朋友 他说如果你永远都不相信永远 你就不会为了这个感情全力以赴 谁啊 不要先不要讲 我不想知道 你要人要问我 我不想知道 在查武执行里面 我跟俊宁会刻意的避开彼此 原因很简单 是因为我们不应该这么有默契 我们必须是对立的 我跟俊宁认识15年16年 所以我知道张俊宁是什么样的人 我知道张俊宁会在极端状况 心情不好的时候会怎样 你知道他的怒会让你觉得心疼 这个人都很好 他的一切都很好 他的发怒甚至是委屈的 宁愿自己难受 难受完之后把那个情绪发泄在自己身上 我记得我有一次真的在戏里面 我们真的真的跟对方有争执 就是认真的人 今天跟张俊宁彼此有争执 他大概被我气到去旁边哭 当下的我其实我必须给你道歉 当下我其实冷眼看了这些 我无法对那个当下产生同情同利 是因为我们当下是对立的 可是事后我回到小天之后 我会觉得很不好意思 那怎么会把他惹哭啊 但是我觉得因为是彼此够心人的朋友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经验 因为说实话我自己的人生中 我跟朋友也不太吵架 所以我们这个也算是 特别啊 特别啊 对 那俊宁也开玩笑说说 50岁的话如果东西 大家就抽一起 现在这个想法是持续还是 为了这个我们都会更努力 在50岁之前把自己架持持续 对吧 我觉得俊宁一定会运气很好的 因为他很努力 所以我不觉得那个誓言会实现 我觉得我们都会运气很好的 有不好 对 那时候其实也没没怎么过脑子开这个玩笑 但是挺有意思的 但挺有意思的 也就是代表即使到了50岁 即使无论我们发生任何事情 我们都会给对方陪伴啊 这个陪伴不真的是在一起啊 好感人啊 对不起 不能陪你去看学了 吴杰是一个 一开始就失去爱的人 他其实在一个生命中很 很支离破碎的状态 大家看到这个吴杰的时候 就会知道他在一个不好的 心理情况 感情上面自己真的有遇到像这样的离场吗 我们都不晓了 我觉得都有经历过感情嘛 以前想有一个时期会想的比较悲观 就是我会觉得世界上没有永恒的爱情 感情都是一段一段的陪伴 所以我以前从来不憧憬婚姻 但后来有遇到一任的男朋友他说 如果你永远都不相信永远 你就不会为了这个感情全力以赴 然后如果没有全力以赴 等一下 我好奇喔 那你就不会经历到有机会到永远 谁 我要先不要讲 我不想知道 你要人家问我 我不想知道 你不会跟你交易 会啊 会啊 每一段我都会看到一些 但是就是 我很好奇刚才这么有智慧的话 谁讲我 所以我都会觉得不管成不成 可是我不想要后悔 所以希望都可以全心的投入 那只要有经历感情 如果你是真心投入的 就是不管是为了什么分开 我觉得那个难受一定都是强烈的 我觉得逃不掉 就对我来说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逃避痛苦 那你就是要 让她过去 然后找到一个方式继续跟她共存 她是挺勇敢的 她挺勇敢的 嗯 近乎越愚蠢的勇敢 嗯 我很喜欢亮了她 你看她现在这么有条理的样子 但她也会失去理智的 多好啊 多好的一个女生 好好珍惜她 就是她 以后遇到她的人 现在没有 好 努力 努力 現在什么情况 是几个孩子发现雪楼失的 她是不是我就是 三米公斤 没有没有没有 到四十三吧 导演第一次见面完 他就说了 她好像在过年前就跟我 我记得了 我那年的過年都不太能吃年夜飯 就是我媽媽就一直念著說 怎麼吃這麼少 我覺得妳是越來越瘦 就是已經開始拍了瘦 已經超級瘦了 然後隨著劇情的進行 然後越來越憔悴 越來越瘦 我那時候其實很會氣落油絲 就是基本上中氣不足 體力還好是因為 我的瘦身是用運動瘦的 所以我有大量的跑步 每一天回去的時候 我基本上大概還有一個小時的游泳運動 那時候軍人都沒有做綁車 他就跑來人 亂講啊 亂講啊 忍不住 忍不住 他說他想結婚 所以我們大吵一架 之後我就再也找不到他 直到我剛剛看到他屍體說三次了 氣勢的人不知道他被挖走心臟 你別人帶你去辦假針 前半至少有兩個人 我一直都覺得我運氣滿好的 就是有時候現實生活遇到的角色 我遇到的角色都剛好跟自己的生命經驗 剛好就正在那個時候 恰巧的貼合上 我在接查五慈欣之前 因為需要照顧爺爺奶奶 而第一次接觸到了印尼籍的海底 所以當我接到查五慈欣的劇本 我對這角色非常的有感覺 我想要再深刻了解一點 全世界所有工作 只有兩個工作是可以加討的 一個是軍人 逃兵 一個是犯人 逃犯 他是在那段時間 因為他們的自由 必須被有權限的剝奪 所以你可以在前面加上一個桃子 我們去國外打工 不想做了 就都換工作嘛 怎麼就變成桃了 所以這個其實這個議題其實蠻嚴肅的 但是 我的確很謝謝老張 軍寧他找我 哎幹 你管 被罰了 又被罰100 就是我的確很謝謝 我的確很謝謝軍寧找我這個角色 而讓我剛剛好在這個時期 理解這樣的一個族群 這個都是很奇怪 需要大家多關心一點的事情 那你們是有遇過人會有什麼時候想逃跑的時候 哇 戲演不好的時候 就會覺得自己很糟糕 很爛 然後會不知所措 然後希望現在立刻原地消失 應該好像沒有 應該還是工作 我想逃跑好久了 我想我有大概快要十年的時間 無時無刻都想逃 無論是逃離開大家所知道的地方 還是逃避人的眼神 還是逃避朋友跟家人的關心 我覺得有好長的一段時間 我就是沒有辦法面對那個 如此糟糕卻無能為力改變的自己 所以有好長的一段時間 我只能試著自己跟自己相處 慢慢的期望有一天能夠跟自己活著 但是我覺得運氣好的地方就在於 這些不好的事情 或者是這些我不願意承受的事情 對我來講都是有感覺的 雖然痛苦 但是也一直在治療當中 如果大家有比較關心我的話 就會覺得 好像他四十歲以後比較沒有那麼激烈 可能有些人二十幾歲就跨越了另外一個階段 我剛好是長得比較慢 所以到四十歲的時候剛好好 我覺得這對我的人生來講 或是另外一個階段 是幾個孩子發現水流失的 斷指挖心 這不是他第一次殺人 過來 過來 拜 其實那人不知道他被挖走心臟 人家至少有兩個人 總總說屍體會選人辦案 他選了我 知道我 不是 想得不開 我們 天氣 不是 我們 也不是 你 我們 原本